欧汉生 JPM小杰 JPM王子 JPM毛弟 一个站上舞台的梦想 2012全新偶像大型娱乐选秀节目 这一次绝对超乎想象 2012年1月6日起 我爱男子汉 每周五六日晚上十点 勇敢开战 超级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从一个食物渣 然后就拿菜瓜布就开始洗 对啊 菜瓜布就有海绵 都有那个小吸缝 菜瓜地方也凹凸 就会卡在里面 有些还是那种面粉类的 就这样熊熊滑滑 其实它更脏 然后其实还是要洗干净 然后比较建议就是我们每次用完 要让它是晾干的 所以我们就会放在那个水槽边的小缝缝 然后或者那种密闭的小盒子 其实都不是建议的 都还是要把它晾干比较好 建议大家如果就是 你会发现很难洗的东西 其实就是用厨房纸巾来代替 那当然就是纸巾可以买 就是单价低一点 就把它当作一个我们便利的工具 对 那甚至可以拿那个电话布 我们不常都会拿到 那个大粉的电话布 对 我就撕一张来 如果有琉璃台有点 打翻油啊 或滴到油 就拿电话布来擦 那又不用浅 因为它不像那个报纸会有油墨 电话布的纸 吸油性好又会有油墨 蛮好的 对 所以你们要找电话 都是看琉璃台上面印到的 你可以拿去年旧的 不要拿今年啦 OK 不过大家各位 菜瓜布 光这一项 其实市面上你去买分好多种 对 颜色种类一大堆 对 来 陈老师来教大家 怎么来看菜瓜布 好 来 你看我们现在桌上 各式各样 市面上有的 我们这里都有啦 好 菜瓜布 分得很细耶 很细 老师 像这种就是一般最常见的 对 这就是传统菜瓜布 对 传统的对不对 对 包括这种野蒜啦是不是 对 这个是刷玻璃杯的 对 然后的比较 那个蓬松 然后你杯子可以整个进去 这样直接刷 所以比较好用 是喔 对 那不然这种是要干嘛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刷锅子的 刷炉台的 就是这种 就用这种的 要分开就对了 那这种呢 那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这种材质 叫木浆的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是天然的 然后它的吸水力比较强 然后比较不会像我们以前 那个海绵用酒 会有点那种凶凶滑滑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同样是这样的 长得很类似的 如果我们在买时 它都会写比如说炉具用的 对啊 像这个餐具专用 对 或者是不沾 沾锅 就会写不沾锅专用的 这个是炉具专用 对 然后有时候妈妈会说 那我们家这几种餐具都有 不沾锅的炉具 不修缸都有 那我是不是应该都买 当然能够细分最好 很复杂耶 但有时候有一个情况 我们放在家里久了 就忘了哪一个是哪一个 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怕搞不清楚 你就买餐具的 餐具的 餐具专用的 它的温和度是最高的 所以你不管洗不修缸 或者洗 或者不沾锅都可以 也就OK了 对 这样聊 就够了 这个也是刷锅子 刚刷 但是刚刷的话 建议大家 这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我们可以细 把它拉开来 它就 比较粗 然后现在有做一些比较细 细到它强调比头发还细 这一个吗 真的耶 这是钢喔 对 真的很细 所以用这个来刷什么平底锅 所有的锅具 那是最OK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洗不起来 我们还是必须刷一下 就是去市面上买 只要买越细了 越细越好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现场来操作一下好不好 好啊 来 老师 你光看这个锅子 对 这锅子啊 我跟妳讲家里面很多人的锅子 都是如此 黑黑的 累积很久了 累积很久喔 不管是里面 还是外层 对 这个有办法 我们这样刷就刷掉吗 可以啊 其实一般我们在家可以先用 比如说 那如果说真的很严重时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用像这一种钢刷 那像我今天戴的 它其实是本身已经有 蓝色就是去污粉 不然就是沾我们一般刷锅子的 那种穿的 它里面就有去污粉啊 对 蓝色这个就是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沾碟水就可以用 我们来试试看 来来来 这里 就这里好不好 哎呦 哎 哎 有没有看到 有 哇 其实如果是像我们一般刚刷 都可以刷的 但是 很好用 我们这样刷一刷 然后 我们拿一块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的擦掉一下 哎呦 真的 差好多哦 差太多了 那它这种这么细的你刷下去 它也不会刮坏它的表面 对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要刷的话 就尽量让它的伤害越小越好 没错 或者说我们用这种一直刷 它也是会有 但是它就有痕迹以后就更容易脏 就是藏不纳垢 那一定要用去污粉吗 可以用别的东西吗 其实如果去污粉它是有点研磨力 如果家里不想用去污粉 你可以把蛋壳磨碎 我可以撒一点盐在上面的 好像可以吗 但是盐比较麻烦是它只要碰到水 它就慢慢融 融掉 然后蛋壳因为它不会融 所以可以刷比较久 然后再配合刚刚刷这样子 对 这真好用耶 我常常刷饭都刷不干净 对 像有时候烤箱也有点脏 也可以用这个这样刷一下下 也可以 那如果这个这么好用 那其他还有一个像这个 这种的这个是干吗 其实现在很流行 就是它外面有一个网状 对 那网状的目的是它比较容易起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网 它有点摩擦力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刷得干净 等于是有轻微 然后又不会伤表面的摩擦力 了解 好 那像经常我们喝咖啡或喝茶 这样的茶垢呢 对 对 那个用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用牙膏来试试看 因为牙膏家里都会有 而且有些牙膏都会强调说 我们常常喝咖啡喝茶的茶垢 都可以刷得掉 所以是用牙膏 然后牙膏本身有清洁力 加上一点点的研磨效果 所以效果还不错 用这样我们洗碗海绵 就可以沾一点点在这上面 然后就直接放 洗碗海绵 所以一般我们这种 家里一般的菜瓜布就不见得来 洗碗 对 它会刮花 磁性也会刮花 对 不是 磁性刮花会怎么样吗 那你就容易擦到吧 那个擦 寄在里面就对了 好 有没有 看一下 来 干净了吗 我们现在里面 我们现在还是因为在这里 我们这样清还没有办法 那么方便 对 但简单清一下 它整个就起来大半了 是 还可以跟大家讲 就如果有时候杯子太深 然后手比较不方便进去 我们可以拿那个 我们在烤肉的夾子 把夾住 然后这样子进去 那这样就很... 就很像肉串卷 对 肉串卷 肉串卷 我曾经为了要洗杯子底部 你知道我们去买什么吗 专门洗奶瓶的刷子 对 那很好用 那很好用 对不对 也好刷吗 对 然后奶瓶刷子 用一阵子如果旧了 你可以拿来刷水管 就是肥不利 刷水管也很好刷 老师 听说你还有一个绝技 你用不同的绝技 这是什么 对 这是 这个它很恐怖喔 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洗超干净 我已经送我好多朋友 大家都... 你都穿这个绝袜吗 这是什么 大家听听 应该知道它是什么 却没有用 有没有人猜得出来 这是什么做的 对 这是什么 这什么绝技啊 然后我们只要用温水 然后用这个这样直接洗碗 就好干净 超干净就对了 也不需要清洁剂 它其实道理就有点像 我们市售的上面有个网 有人看得出来是什么吗 对 这感觉好像是 来喔 快喔 襪子之类的吗 答对了刷给你 对 答对了这一块送你来 这一块就带回家了 尔姨妈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姜姨妈你知道吗 不知道 知道的举手啦 沙窗门 沙窗门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装水果的袋子吗 装水果的袋子 也有点像 对 装别的东西的袋子有可能 还有没有 没人知道 快点 快点有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很特别 不知道 好 来 公布正确件 其实这个是渔王 对 我是去跟那个捕鱼的人买的 他帮我剪成小块小块 就这样这么大 你好厉害 真的假的 超好用 所以跟这样是相同的原理 对 其实相同原理 它其实就有点 轻微的摩擦 而且它洞口很大 所以它不会 就是卡的 这样 你怎么知道鱼网 它可以拿来洗碗 我是听他们讲的 就是他们自己在用 后来我就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买 然后他就帮我剪成一袋一袋的 那它适合洗什么 一般碗盘 我们家都吃完饭 就用这个洗一洗 碗盘 但是如果你要刷锅子 这种 成年无垢就没办法 那可以用丝袋吗 丝袋也都很小 丝袋 丝袋其实也有去污力 但是丝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它范围小 然后第二个它密 比较密 所以张东西 比较容易藏在里面 对 好 来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说菜瓜布 它的用途应该怎么来看待 黄医师 去分开来 黄医师对于它那个菜瓜布的木浆棉 就是那一块黄色那一个 对 它有特别用途 你有研究的对不对 消毒奶皮要杀死细菌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可是烘碗机只是烘干而已 對啊 消毒吗 烘碗机会消毒吗 注意就是消毒奶皮一定要 这样不管是紫外线 或是臭羊杀菌 它都要有一个时间 它都要有一个时间 不就是这样叮一下 然后里面细菌就死光这样 尤其是一些会产生包纸的细菌 所以不是你轻易就可以 用一些臭羊杀菌 或紫外线杀死掉的